川普的现象既是美国国内长期去工业化贫富差距的结果 也是美国宪法制度漏洞的一个结果 研究宪法的人很早就警告 美国的总统制其实如果不是政治人物 对于宪法立国精神的时刻的自我自律跟节制的话 美国的总统制如果照抄 本来就很容易产生民粹主义的领导者 或者是独裁者 事实上德国当时产生希特勒是依照民主选举 那个威马宪法基本上抄的几乎都是美国的基本精神 而现在呢欧洲作为民主刚开始滥伤了几个国家 像法国是法国大革命最早提出民主概念的 英国是最早实施议会民主的 这些国家怎么样看待美国 也曾经算是民主典范的国家 怎么看待川普现象 看待未来的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们评议员讲话也不客气 他说呢一个可能就在老里做总统 一个可能得去交互一方 因为拜登实在是太老了 你以为惊吓的最强大片是八本海默吗 错了 是普里哥金吗 也许但他已经不能自己po照片了 所以2023年暑假压轴的最强党大片 当然还是川普 仅靠一张照片 只花了20万美元的保释金 就跃登全世界各国所有媒体的头版 而且抢头箱自po照片的就是他本人 还有谁比川普更能理解 这是一个我po故我在的时代 他无比精准地演绎了他的愤怒 目光坚定充满不服与挑衅 让这张历史性的逮捕照 明明是被告的身份照 却完胜成为他2024参选的竞选海报 并且预告片名 那为什么这些共和党内川普的竞争对手 还要支持他呢 中文字,如果中共称带不败地 亦也会负着立在离开 这个战争,这裁架负用的负族 是一家裁则,是一家裁则 是一家裁则,是一家裁军党的 是一家裁则的 一家裁则是一家裁则的 抉担秩的负负责 他们没有负负责 他们有负责责负责的负责责贪 面对川普庆祝难输的各项诉讼 拜登安静地晒出他在海边度假 无声甚有声 但即使如此 2024大选川普和拜登的再次对决 早已经悄悄登场 川普无需多言 同样是无声甚有声 却是几具杀伤力的攻击 因为无需川普推破助澜 老太笼中的拜登常常自己出状况 德桑提斯目前落后川普太多 根本不是川普的对手 川普唯一的威胁是他自知识 但是以川普能把自首的被告 照片逆转身的本事 这些司法诉讼的出庭 可能都会成为他的竞选造势舞台 这些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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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法 我们现在没有法 我们现在没有法 承识的负责 特朗普当然看到他的负责 因为他知道非常好 这些承识 他并不均催他 反正他服务 因为他刚才说的 他给了身体 他的抗讨论 关于他的抗计系统 即使是诉诸愤怒 以受害者自居 川普还是需要 一个强而有力 超越2017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竞选口号 2024将是一场 川普的绝地大反攻 复仇只是竞选口号 重回白宫掌权 重新任命法官 自行特赦脱罪 才是真正目的 除了民主 川普胜选 还有一个最大的输家 即使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乐见 拜登与川普的再次对决 但如果明天就举行美国大选 川普未必没有胜算 换句话说监狱牢房 还是胜过家库病房 网络WiFi胜过鼻胃管和氧气机 口号取代证件 推文即可治国 只要操弄情绪 何需诉诸理性 2024再版的川普主义 将会是民粹主义 叫战首册的进阶版 整个全世界经济都不好 除了中国之外 还有一个是美国 美国企业是出现不均等的状况 AI好得不得了 跟AI有关的软体公司也很好 但是传统产业跟其他的产业 却不断地出现了企业的破产潮 我们刚刚谈到了8月的PMI 各行各业 不管是业务或是订单都萎缩 7月份呢 他的耐久财也环比降了5.2% 也创下了新冠疫情以来 最大的跌幅 美国的零售商表示 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 也出现了他自己 因为可能房贷利息太高 他的房贷来到了7.2% 所以他的收入根本就不够 然后加上通货膨胀 所以支出就越来越少 全球的央行年会里头 鲍威尔也提到 虽然通膨已经回落 但还是处在高位 所以你可以想象 美国民众的情况 而太史的某些 比如百货公司 属于那种日常生活的 只要不是到非不得已 大家通通不愿意买东西 这导致了美国企业的一番破产潮 2022封关时 专家言由在尔的市场警语 在美国进入2023下半场后 开始应验 连软会自去年三月 启动暴力升息循环 对美国企业积累的副作用 整发酵成型 继三月份中小型银行 爆发资金流动风暴 接连倒闭后 一个又一个标志性巨型企业 宣告公司破产 落入债务重组 一年后 Yellow was one of the largest freight companies in the US specializing in less than truckload but the 99-year-old truck giant just collapsed They've been relatively close to bankruptcy at times This time it looks like that Yellow 百年历史美国货运巨头 巨峰时期一年业绩上看95亿美元 麾下有有三万名员工 一万两千辆卡车 合作客户遍及全球八十国 商业版图盛大 且连续三年获Fortune 杂志评选为全球最佳货运企业 然而新冠疫情爆发的三年 让公司营运一举蹦出裂缝 全球货运天量萎缩 债务积累越来越庞大 疫情前的商业并购案 来到疫情面前全部成为巨大包袱 加上与卡车司机工会等合约谈判 始终不顺利而连带造成财务负担 Bed Bath & Beyond 美国五十年老牌家具商 过度流电实体商店销售模式 走向死亡 推手不止亚马逊 好市多沃尔马 Best Buy 压低商品价格多角化经营 一步步打垮以南迪电子商热潮 同时又转型过慢的零售同行 接下来你去摆斯登市场 你可能不会被聘用的工人 而你可能会看到这些黑热 连币的工作单 这个是一大大大大事件 Boston市场全美殖民快餐连锁店 拖欠三百一十名员工六十多万美元薪资 公司债务缺口庞大 在近期遭企业总部所在地 纽泽西州州政府勒令停业 从货运业零售业再到餐饮业 美国实体经济随着国内整体利率环境上升 可支配支出大幅放缓 越来越多企业不敌高利率而倒下 那个新冠疫情下资金借贷超级宽松的时期 低利活络商业活动的时期回不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借款条件差的贷款企业 因银行大幅收紧借贷标准 陆续出现了违约还款 最后因周转不离挥手再见 事实上三月才走过一遭破产潮的美国中小银行 八月初又面临一次风暴 由于当时惠玉才刚大动作 调降美国最高等级的3A国债信用平等 知评信品公司目的却接着点燃动荡 不但一口气调降10家美国中小银行信品 并警告接下来可能调降另外17家同值银行信用平等 包括知名的美国银行BOA 如今惠玉再度示警 如果机构决定调降美国银行业整体信品 便可能对70多家美国银行进行降品 并暗示可能的落马者包括了摩根达通 联准会7月份会议记录重点 多数与会官员发表鹰牌论调认为美国尚未脱离 通膨风险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升息 强调全美通膨尽管降温但依然高得让人无法接受 且当天与会所有官员几乎都支持9月再升息一码 即让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继续上冲至22年新高 来到5.25%至5.5%区间带领美国抗通膨到底 联主会主席鲍威尔与准备竞选连任的美国特务拜登 显然隐和阻振线联络 我不是在这里认为经济益胜利 我们现在的经济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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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有更多工作 我们有一个计划 我们有一个计划 我们是在转移事情 我们是在转移事情 费费减减法案是一部分的计划 美国的高利率环境 是一样的计划 我们是在美国的梦 但美国的高利率环境 并不只对资金储备不足的企业造成伤害 民间贷款人同样冲击巨大 联准会8月公布最新数据 全美信用卡卡债总额 已突破1兆美元大关 且仅只是4月与6月 两个月便积累450亿美金 为什么这冬天的增加 对 全美信用卡卡债总额 购物 煮食 煮食 只剩下的价值 在整个人的增加 所以很多家庭 用费帐帐帐 帐帐帐帐 他们用它为货帐帐帐 在这冬天 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游戏 有更多的游戏 现在正在学校 是回到学校 是离开学校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家庭 在贷款中心 逐渐倒卧在高利率环境中的 还有美国各大城市的 商用不动产市场 以美国最核心的城市 大苹果纽约的状况为例 整座城市的商用不动产 在新冠疫情结束 经济解封后陷入疲态 主因之一 无疑是联准会的暴力升息 一路推高30年级的固定利率 抵押房贷利率 8月第二周 利率突破7% 占上了7.08% 高不可攀的借贷成本 让商用地产房东 不敌空租率率创新高 产生负现金流的庞大财务压力 最终因负担不了庞大的房产 维持费用 选择法拍者大有人在 如今看来 美国企业的集体破产 美国家庭的移卡养债 美国商用不动产 屡创新高的空租率 都是联准会 坚持连续升息 以抗通膨 忽略了美国经济信有体质 能否承受更高利率的 庞大连带代价 美元作为全世界最受投资 市场信赖的流通货币 造因利率环境改变而亮出的 机械问题 会成回托雷美元的包袱 这无疑是美国的巨大麻烦 也是一个全新课题的开始